接下来我们考虑一个例子 叫预测医药的费用 保险公司为了赚钱 他当然要有一定的盈利 他才有办法生存服务顾客 他收集每一年的保险费 这个保险费怎么样呢 要比花在你的医疗保健给受益人 花费还比较多 Money比较多 也就是说你的支出要小于你的收入 所以这个保险花了很多的时间 保险人跟金钱来发展这个模型 来形容这个模型 什么样的模型呢 可以精准预测医疗的花费 基本上这一小节的资料是来自于Lens 这本书它是用R这本书写得非常好 是之前的版本的教科书 那这个有什么困难呢 因为医疗费用很难估计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昂贵的这个条件 比如重大的疾病 是罕见的 就是相对于一般而言平均值是比较少的 而且看起来很随机 不过呢 根据呢 长期的医学研究 还是有一些准则发现 我说我们这个呢 就变成我们重要的特征 比如说吸烟者 这个比非吸烟者容易得到肺癌 more likely 更有可能性的 然后呢 心脏病 心脏病呢 这个在肥胖的人 比较可能发生 所以这两个呢 抽烟跟肥胖 是两个重要的这个因素 那对于企业而言 你要一个所谓的企业的这个所谓的目标 那以这个保险业这个例子 从这他们角度来看 他当然是希望利用病患的患者的这个数据 来估计呢 怎么样呢 平均医疗费用 平均医疗费用 然后针对不同的人口区段 因为他有不同的人口区段 有不同的这个生活 跟饮食习惯 那各位可以注意到呢 我这一些呢 都是用Google翻译出来的 而且现在他的这个 因为机器学习一直在进步 所以他翻译出来的这个字词呢 非常的精准 有时候都不需要改 所以这个是蛮方便的一个工具 越来越强 那因为一直我每天用他的服务 他就帮他训练 好那商业的这个目标 这些估计呢 用来怎么样呢 去产生保险的 精算表 精算表 然后这个来形容这个精算表 怎么样呢 精算表目的是要说 设定呢 每一年年的保费 Premium的这个价格 要比这个 期待的这个医疗费用呢 要调高 或是下降 根据这个 来做这个 有了这个预测 然后这个有这个预测之后呢 我们要调整了我们的保费 他的意思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呢 是企业的 一个目标 当然你可以想说 我就订高一点 问题如果订太高 比别人订高很多 你的顾客就会跑掉 你说我订少一点 少赚一点 问题呢 你的这个就会做得很辛苦 接下来呢 收集资料 这个资料呢 是产生的 所以它是一个模拟的数据 不过它也不是完全呢 没有根据的 它是根据呢 美国的普查局的 所谓的人口统计学 Demographic的统计资料 所以不能偏差这个事实 所以根据它 起用值标准差 然后产生一个模拟的数据值 所以这个基本上呢 是非常接近真实的 然后在这个资料表里面呢 叫insurance.csv档 它有包含了1300多个例子 那现在呢 参加这个保险的计划 所以呢 我们是要利用病人的这个X特征 来预测呢 它的收费Y 所以基本上呢 是每一个某一个公立年 然后那种医疗费用的这个 收费 那以系统设计的角度 你第一个呢 是要你框架出一个问题出来 它到底是我们前面讲的 监督式学习 还是非监督式学习 甚至是强化学习呢 在我们这个例子里面呢 每一个例子 这个呢 是我们待会会看的这个 这是第0列 因为python从0开始 它是一个例子 那这个人呢 是一个什么呢 年纪呢 19岁 她是一个女生 BMI呢 是27.9 这个是有没有肥胖 一个重要的指标 那有没有小孩 然后有没有抽烟 yes or no 然后它住的每一个 住的7亿 那这个基本上呢 是一个多变量的回归 因为呢 因为呢 我们要预测呢 一个charge 一个值 所以这是你的y值 前面这六个呢 是你的x 所以你的输出的这个标示呢 就是你的收费 然后呢 我们要用这个特征 来做一个收费的 所谓的一个预测 然后这边呢 是NAN呢 是not a number 意思就是说呢 消费者 他呢 没有填写这个资料 或是遗漏掉了 那我们到后面讲 怎么处理 这样一个问题 那特征x呢 第一个 是这个主要受益人的 这个年纪 第二个呢 是这个policy holder 就是持有这个签约保 这个合约的这个人 他的这个性别 是女性或是男性 BMI呢 全名叫做身体质量指数 他的算法是以公斤为单位 然后除上呢 身高 以公尺为单位的平方 比如说160公分 它就是1.6的平方 然后小孩呢 是一个整数 每一个受扶养者 或是这个小孩的这个数目 在这个insurance plan里面 到底有这个几个受扶养者的小孩 或是受扶养者 那抽烟似或佛 看他有没有长长的这个抽这个tobacco 然后这个接下来是受益人 他的住所 在美国 可能分成东北 东南 西南 跟西北 所以基本上呢 我们利用这六个 X的特征 来预测呢 他的收费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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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